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教乔安娜药草知识 乔安娜很小的时候就比一般的小孩等得多 她渴望像哥哥们那样读书 但这是不可能的 父亲说女人掌握知识是亵渎主的意志 是要遭天谴的 于是乔安娜只能偷偷听父亲给哥哥们上课 在这个过程中 她逐渐学会了一些词语和句子 可她不满足于词 她偷偷求大哥马修教她读书 马修同样畏惧父亲的威严 但她架不住乔安娜的恳求 她惊讶于乔安娜的天赋 便私下里成为了乔安娜的老师 可马修是个不幸的孩子 在一个父亲暴打母亲的雨夜 她带着弟妹躲到屋外 不幸染病去世 马修的死对父亲是个重大的打击 因为马修是她最爱的孩子 临终前 马修把一个刻着圣凯瑟林画像的挂坠 送给了乔安娜 马修死后 父亲发现了乔安娜偷偷读书 她认定了乔安娜是害死马修的凶手 是乔安娜违背天意 上帝发怒 才把灾难降临到马修身上 乔安娜不仅要忍受父亲的毒打 还要受良心的谴责 原来真的是她 害死了马修 她抱着这种想法过了很多年 直到一位希腊教士的到访 与父亲不同 希腊教士不仅博学多文 而且相信理性逻辑的力量 她认为信仰上帝就应该相信上帝 经得起逻辑推敲 而不是排除异己 希腊教士的话 让乔安娜体护灌顶 这么多年 她一直受良心谴责 可如今按着希腊教士的话 细细想来 马修不是她害死的 她只是想读书 如何触犯了上帝 上帝又凭什么降怒于马修 这是她第一次质疑父亲 原本希腊教士是来把博学的马修 带去教会学校的 马修的死让她扑了空 父亲不想让机会白白溜走 便向希腊教士推荐了小儿子约翰 可约翰不是读书的了 他读圣经都磕磕巴巴 而乔安娜却抓住了机会 他顺着约翰读了下去 而且对希腊教士的提问对打如流 乔安娜的天赋让希腊教士惊喜 他想教授乔安娜 然而父亲不同意 并宣称除非希腊教士同时教授乔安娜和约翰 否则别想教授乔安娜 希腊教士同意了 于是乔安娜有了第二个老师 在那段日子里 乔安娜不仅读了西塞罗 还学习了希腊文和拉丁文 她的所学已经远远超过了马修 可好景不长 希腊教士被调任到了军师坦丁堡 要离开这里了 临走前 教士答应乔安娜会为她上学想办法的 她还给乔安娜留下了一本 用希腊文和拉丁文抄写的奥德赛 当全家人都睡下时 乔安娜就偷偷起来读这本书 可她很快就被父亲发现了 父亲本来就不让乔安娜读书十字 这下倒好 还看无神论者和马的东西 她要毁了这个异端邪说 但她又想保留珍贵的羊皮纸 于是她让乔安娜用刀把书上的字 一个一个刮掉 这一次乔安娜反抗了 她宁愿说父亲鞭吃 也不愿意毁掉老师留给她的书 可最后书还是被毁了 而她被打得几乎只剩下一口气 这之后 她几乎断了所有读书的念想 直到有一天 教会使者来了 原来是主教从希腊教室那里 得知了乔安娜的天赋 想把乔安娜带去教会上学 希腊教室没有让乔安娜失望 然而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却被父亲阻拦 她说肯定是写错名字了 主教要的是她儿子约翰 使者想了想也对 主教怎么会要一个女孩去上学呢 她不知可否 便问古伦 你说应该带走你的哪个孩子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古伦 这个母亲将决定自己孩子的命运 父亲再次胜利了 乔安娜和约翰都失望了 一个想读书却不能 一个不想读书却必须去 但这一次 乔安娜决定不再依靠任何人 她半夜收拾了东西 准备追上约翰 一起去教会读书 她相信 凭她所学 肯定会被教会接纳 她在森林里遇到了 罗丹的哥哥 约翰在半路上遇到了强盗 使者被杀 而她利用偷拿的父亲的刀 躲过了一劫 乔安娜的到来 让她得到了不少安慰 他们沿着蓝银河坐了整整七天船 终于抵达教会学校 一切都与乔安娜想的不同 酒肉 喧闹 坐在主座上的主教怀里 居然抱着两个女人 而校长奥多 直接否定了乔安娜 她搬出 女人的地位远远次于男人 女人的大脑 有用的部分很小 知识会让女人的子宫缩小等言论 质疑主教 招收一个女生的做法 这些论调 乔安娜已经听了很多了 她同样用圣经里的内容 反驳奥多 圣经里说 女人是用亚当的肋骨 创造出来的 而亚当是上帝 用普通黏土制成的 所以女人不可能赐予男人 而且夏娃吃苹果 是出于对知识和学习的热爱 而亚当吃苹果 只是因为夏娃叫她吃 所以从头脑上 女人也同样不输于男人 这番言论 让整个喧闹的宴会 安静了下来 奥多气得说不出话 这时一个叫做杰罗德的骑士 大笑起来 主教也跟着笑了起来 这才化解了奥多的尴尬 乔安娜总算为自己 争取了入学的资格 可学校里只有男生诉讼 于是杰罗德收留了乔安娜 让乔安娜和她的女儿一起住 虽然乔安娜从会勤学 但在一众男生里 这唯一的女生看起来 仍旧是个异类 奥多依然怀恨在心 喜欢挑她的刺 男生们也经常欺负她 就连约翰也因为她出类拔萃 而疏远她 她就这么在学校里 读过了七年 完成了学业 这七年里 她得到的最大的温暖 来自那个带她回家的骑士 杰罗德 杰罗德欣赏 乔安娜的勇气和智慧 他们不仅是保护者 与被保护者 也是忘年交 除此之外 一种无法说出口的情愫 也在他们之间悄然而生 但杰罗德早有家事 两人决定深埋这份感情 然而这个秘密 还是被奥多发现 奥多想借此铲除 乔安娜这个眼中钉 便把这个秘密 告诉了杰罗德的妻子 李秋 彼时挪威人入侵 为保家国 杰罗德奔赴战场 杰罗德前脚刚走 李秋就以监护人的身份 把乔安娜嫁给一个 目不实钉的铁匠 而且他还告诉乔安娜 是杰罗德把这个秘密 告诉他的 因为乔安娜不过是杰罗德 征服游戏里的 又一个女孩罢了 当然 把乔安娜嫁给铁匠 也是杰罗德受益的 这番话 确实让乔安娜 心灰意冷 他想 到头来 他终究抗争不过命运 然而乔安娜注定 不会走回母亲的老路 婚礼进行到一半 入侵的挪威人 杀进了城 乔安娜被打晕 关键时刻 那个一直埋怨 他的哥哥约翰 救了他一命 屠杀过后 乔安娜醒来 却看到遍地尸体 约翰也在其中 这个被错安未来的男孩 终于实现了 他成为战士的心愿 杰罗德的妻女也死了 乔安娜既没有了依靠 也回不了家 他拿走了约翰身上 去修道院的入职信 换了一身男人的衣服 取上马 逃出了城 他割断自己的头发 用布条将自己的胸部裹进 往福尔达修道院走去 既然当女人身不由己 那么他索性当一个男人 他以约翰的身份 在修道院生活了整整三年 他努力模仿男人的姿态 用吸水的树叶来处理月经 谨小声微地面对每天的生活 虽然一旦暴露身份 他随时会丧命 但男人的身份 确实给他带来 从未有过的自由和力量 以前作为女人的乔安娜 因为知识招致了无尽的嘲笑和恶意 而如今作为男人的约翰 同样的智慧和求之欲 却得到了一致的赞许 他想 上帝可真会开女人的玩笑 因为懂得希腊文 院长派他翻译修道院 所收藏的医药著作 修道院里的医生 本杰明也欣赏他的品行和药草知识 把他收为土地 如果不是生了一场热病 他可能就在修道院里过完这一生 想要治好热病 就必须解开衣服 大家对他的敬重和关爱 反而成了他的危机 这时候 本杰明医生把其他人支走 帮他解了围 原来这位老者 早就知道乔安娜是个女人 他给他安排了讨生的小船 让他赶紧离开这里 否则性命不保 身患热病的乔安娜就在迷迷糊糊中 随着小船一路漂流 逐渐在病痛中失去了意识 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被救了 是阿恩救了他 阿恩是他曾经救过的一个女人的孩子 那时候 阿恩的母亲被认为患了麻风病 即将遭到隔离 是乔安娜发现 他的症状与麻风相似 但不同 于是在审妇面前保证 到女人家里为他治疗 那段时间 他除了给女人治病 还顺便帮他们修房子 教阿恩读书写字 如今的阿恩已经娶其生子 并因为识字 谋了一份好差事 在阿恩家休养的时间里 乔安娜也教会阿恩的女儿读书写字 看着小女孩那双求知的大眼睛 她仿佛看到了当初的自己 于是 她把当初马修送给她的 圣凯瑟林吊坠 送给了女孩 阿恩原本希望她留下来 和她们一起生活 作为一个女人在外面漂泊 是很危险的 但乔安娜仍旧决定离开 她已经体验过作为男人的自由 也感受过智慧的博大 所以她要以一个男人的身份 去罗马朝圣 她凭着在修道院接触的大量医学书籍 以及母亲曾教过她的草药知识 开始在罗马行医治病 不到三年 她就在罗马城生命远播 她被称为能用尿液断病的神医 正是这份声明让她得到了 为教皇治病的机会 也因此 她走进了命运奇轨的浪潮之中 教廷里的医生看不上她这个江湖游医 用一瓶尿液试探她 问她教皇得了什么病 她接过去 闻了闻 又尝了味道 说难道教皇是个孕妇 这时教皇侍从阿娜走了过来 她算是通过了考验 请她来为教皇治病证实阿娜的主意 当时教皇久患痛风 而教廷里的医生只会一味放血 结果教皇的病越来越严重 乔安娜对痛风并不陌生 她一面用药 一面控制教皇的饮食 经过一周多的精心治疗 教皇痊愈了 教皇感念她的医治之功 便把她留在身边 因为她的智慧和正直 很快就成为了教皇最信任的心服之一 然而身处正直的漩涡 她很快就洞察了 暗流涌动之下 到处都是权力的谋算 其中最狼子野心的就是阿娜 阿娜寄予教皇的位子 当初教皇病重 奈何阿娜威信不够 如果彼时教皇没了 罗马民众肯定不会选阿娜做教皇 而如果阿娜治好了教皇 大家则会盛传阿娜的功劳 之后阿娜再上位就顺利成章了 只是阿娜没想到自己请神容易 送神难 她引荐的一生抢了她的风头 于是失去威势的阿娜 勾结当时一遇颠覆教廷的法兰克国王 兵临城下 一遇逼迫没有军队抵御的教皇退位 眼看教皇位置不保 乔安娜知道临时召集各国军队 不可能 只能以致去胜 法兰克国王的军队中 很多都是沿途招安来的普通百姓 乔安娜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利用平民对宗教的敬畏 不费一兵一组 逼退敌军 士兵们见到神迹 纷纷缴械下跪 危机成功化解 但这一招骗得过别人 可骗不过跟随法兰克国王的杰洛德 因为这是当初乔安娜和杰洛德 根据罗马时期留下的资料 成功实现的水压装置的实验 杰洛德本能地搜寻 果然 他发现了乔安娜 时隔多年 这次见面 两人才把当年的误会解开 彼时回到城里的杰洛德 发现自己家破人亡 妻子 孩子 都死了 乔安娜也不见了 他找了很久 终于说服自己 乔安娜也死了 此番再见到乔安娜 恍如隔世 杰洛德想带着她 离开险象还生的罗马教廷 但乔安娜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小姑娘了 她已经习惯了一个男人的身份 独立自由的生活 而且由于她退敌有功 教皇已经决定生她做教皇侍从 这一切是所有女人想都不敢想的 杰洛德知道 她从不是一个可以被改变意志的女人 而她也不想改变她的意志 于是他们约定 如果教皇没有生她做教皇侍从 她就跟着杰洛德走 两人从此浪迹天涯 然而 等他们赶回教廷 安娜已经对教皇下手了 教皇中毒身亡 可乔安娜没有任何证据 这回 她真的得跟杰洛德走了 可人算不如天算 选新教皇那天 教皇的心腹亚里 在关键时刻提名了她做候选人 原本威望不够的安娜 如何能与这个罗马城的神医辟敌 机遇来得猝不及防 罗马教廷冲出了一匹黑马 这个山沟沟里的小女孩 这个宗教严厉不洁的女人 居然被选为宗教领袖 站上了权力的顶峰 机遇也意味着危机 如果她的身份暴露 那她将万劫不复 最终她选择了权力 而且她要杰洛德留下来 做她的护卫队长 杰洛德别无选择 她与法兰克国王政见不同 家人也死光了 除了乔安娜 今生她再无可牵挂之人 她留了下来 当她的护卫队长 兼秘密情人 陪她一起加入这场生死游戏 成为教皇之后 乔安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曾在街头行医的她 深知平民的苦难 放水 捡税 派医生到平民窟 她的执政 一方面赢得了底层人民的心 一方面也得罪了权贵阶层 尤其是她提出建立女子学院之后 更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做这个决定时 乔安娜已秘密怀孕 她希望完成这件事之后 就秘密隐退 离开罗马 与杰洛德一起 从此不过问是件事 然而权贵阶层等不及了 他们在会议上辩不过她 又决定顾忌宠施 除掉这个不听话的家伙 教皇游行那天 周边的人几乎都被换了 几个乞丐模样的人 故意挑衅 引开了杰洛德 打算暗算杰安娜 杰洛德中了埋伏 脱身已来不及 这个甘心站在教皇背后的男人 终究寡不敌众 而另一边的乔安娜 隐隐感到危险 她见队伍没人听她的号令 前往支援杰洛德 便心知大事不好 在杰洛德断气那一刻 乔安娜似心灵感应一般 在经济中流产 她挣扎着 往杰洛德的方向爬去 五亿人伸手救她 乔安娜的死 成了罗马教会的耻辱 在宗教史书上 教会对这位女教皇绝口不提 而且为了将其从历史上抹去 教会硬让前一任教皇 利奥四世晚死了两年 以消除女教皇在位的两年历史 女教皇的存在 源于信仰 而女教皇的湮灭 是于宗教 人心自有尺度 宗教与信仰之间 那试图掩盖的魔鬼痕迹 早晚会有被识破的一天 好了 我是小明的媳妇 请订阅我的频道 看电影了没 和我一起成为开心人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